各位要回去观察亚伯生态 当时期应亚伯来建筑 既然不禁亚伯业和社区的美光师傅合作 并看了十多种亚伯厨 这十年来也成三四千个 根据到这个生态馆的通计 专台有放亚伯厨的收容 最多地区就在这个生态馆 总共是放了一百万个 第一个座是在附近的北港町东阳各校 和餐厨中间 其中的生态馆里面的亚伯厨 要够到达七十个都会被收容过去 这边没有 最后赢金亚伯厨的工作人员 在向附近随时 观察因因亚伯设置的厨 是不是有亚伯来建 这十年来 他们打造十多种不跟困难做 他们要来了解亚伯心态 目前我们跟这个村子里面 这些木工师傅还有水灵地区的木工师傅 在这几年来再十几年来 生产出去的蝙蝠应该有三四千个有 蝙蝠基本上就是因为是木头做 所以总是要维修 有时候会损坏维修 所以会一直不断的更新 那目前在整个台湾地区 放最多数量的就是在我们 蝙蝠馆这个区域 我们园区里面总共有一百多个蝙蝠屋 那第二多的是在我们野外的田间里面 就是在北港的东农的幸福药田 之外北港的东农国小隔壁 野外与温暖有在头的地方 观察人员就发现 在新台湾附近 各大六七山都有比野外大过去的 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走过来 有看到七个蝙蝠屋 那里面就有五只蝙蝠入住在里面 等天气再暖和一点 入住的情况会更多啦 蝙蝠馆这个区域里面 这些东亚加湖跟高头湖 它入住在我们这边蝙蝠的比例 如果是以坚数来看的话 其实它也会有 就是每个月还有每一周 它每一天其实情形都不太一样 不过整个大致上看起来的话 平常都有大概三分之二的 大概就是六七层左右的蝙蝠 都有被蝙蝠利用 那平常也大致上 我们这一区大概都有将近 一百只上下的一个 这些蝙蝠在 默默的住在我们的蝙蝠里面 那晚上就默默的出来 帮我们除掉很多一些 我们不喜欢的这些害虫 野外的吃饭 各地的民众肠吃掉 经过新台管理通计 这几年野外的首帘有重播增加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营业欧望这份 传播交由理念 可以继续提供下去 既然有用品彩虹报道